你幹嘛?Cecile 沒有,我剛醒了,我要入郵 你不是說今天早上才入郵了嗎? 是呀,可以走了嗎? 可以走了,不過我想回家換件衣服 你陪我吧 不行,哥哥叫我把他送進去 那…過時過去吧 稍後見 要照鏡就進洗手間 媽媽 怎麼樣? 什麼今年流行這款裙子嗎? 可惜不配合你 看過 皺紋就擺得七七八八了 雖然Ceo不介意什麼外表 不過也不要弄得自己 好像跟她是子弟戀一樣 拿去潤一下吧 謝謝媽媽 媽媽 寶貝 她說沒見過 你呢,我孫女今天挺漂亮 拿潔青這麼厲害 當時媽媽不在香港 看不到你獲獎 我們進去坐吧 媽媽,我想去洗手間 你們先進去吧 大奶奶 今年流行這種裙子嗎 不過可惜不太合襯人 水腫嗎 不是,胖而已吧 以後買衣服記住,買大兩個碼 是否跳舞的人喜歡穿紮衣服呢 我已經幾十年沒跳舞了,奶奶 請問,請問是否義士華 我認識你嗎 我很喜歡看你的跳舞 你這麼年輕,看過她跳舞? 我在美國是讀現代舞蹈 畢業論文是研究七十年代 延台貿易亞洲的發展和影響 我看過你所有的新舞蹈 以及你的表演 真的很令我驚訝 我做夢都想不到可以在這裡看見你 她的身體變成了,你還認得她? 我第一次看她跳舞的頂帶 就看了整個通宵 所以我一定認得你 明明你就被人選用了你做Princer Bro Dancer 但你放棄了這個機會 去我紐約發展,實在太可惜了 Iswab,我可以替你握手嗎? 你穿緊身衣服的大日,全變大西洋 不知道算不算流芳百世呢? 原來Thio是要抽帶的 身兼負責 還要建立一間這麼大的裝潢公司 真的有其弟,必有其興 是有其興,必有其弟才對 那沒有她就沒有我了 但沒有我,哥哥也沒那麼辛苦 那就是說,以後我想裝修 就可以找Hugo幫忙了 別人接了西鐵線高架橋 以及港珠澳大橋的工程來做 怎麼有空和你遊遊善賦呢? 其實裝修也是我的興趣 如果阿姨明天你有任何需要 隨時找我幫忙吧 對,以後是一家人嘛 那你幫幫我,我幫幫你 我記得Evie第一次介紹Dio給我 我就知道你們會有結婚的一天 預備怎麼搞的?要不要我幫忙? 聽老婆的話 其實我想過了,不想媽媽你這麼辛苦 而且結婚也是兩個人的事 我想簡單一點 兩個人的事? 我們坐在那裡就變得多餘了 方家人面廣,要做到足才夠看臉 方家沒你說得那麼豐盡 嫁了進來方家這麼久,什麼都不認識 結婚了當然是新人決定 Evie尊重我們才能坐在那裡 我只是撿奶奶口水尾而已 其實說了這麼久 你們兩個是怎麼做的呢? 是啊,我也不知道你們怎麼認識 其實我們是由一宗官司開始的 寬頻電話服務 並不包括在On Call Board Band的 固網牌照裡面 所以On Call經營的寬頻電話服務 是絕對違反了牌照的條款 請法院撤銷電管局有關的決定 並且向On Call頒發強制令 要求他們即時停止 提供寬頻電話服務 方丈說到國法官怎樣宰求 不,對家連AIR都不能AIR 實食無癡癢,恭喜方丈 這次方丈替我們出了一口氣 李先生一定很開心 不好意思 李先生 李先生說這宗官司你不用再打下去了 袁先生,你真的很厲害 我們打官司,你就是三方交纖 還要把李先生提供管局 其實是我們公司一位同事想出來的 整條計劃都是他想的 還有一個人在背後走算 他就是我們公司的 助理總管理總管理人多好用 廢話 方丈,你上角的表演我全都看過了 最令人印象 謝謝,不過這次這宗官司也輸了 哥哥,你不是故意過來給我說話嗎 當然不是,其實你沒有輸的 我們只是化力為有,贏一贏 所以C.O.是第一個打敗我的人 如果當天輸的人是我 你會不會看不上我呢? 弟弟,如果一場一場都你贏 那你豈不是很辛苦 不贏做人有什麼意思? 你完全不讓別人感受 你為了人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我看到報紙說你替那個 查理打官司,是嗎? 是的,我們公司 簽了查理做導演人,Evie幫忙的 媽媽在英國這麼久 從來沒親自看過你打官司 為Thio也好,為媽媽也好 你不會在我回來 第一場官司就會輸,是嗎? 不會輸,一定會贏 你的屋子長期開燈 除了你們一個月交多少電費呢? 很便宜的 那些髒東西會搞你的 我也聽過一個權威的風水師說 多一隻香爐,多一隻貴 不是吧? 騙你而已 不信 如果當初你認識我的時候 已經知道我這麼蛇鬼 不是一個百分百勝者 你會不會不喜歡我? 什麼?我在你心目中 真的只會贏? 這次這案子關乎到我們公司 會不會很大壓力? 壓力也是動力 為了你,為了不要讓媽媽看死 這場官司我會贏得很好看 一定會贏的 其實差這份人真的挺搞笑的 香港是一個人才仔仔的城市 每一個人都很聰明 其實香港不應該叫香港 應該改為沖繩之鴨 那如果我讓人知道我有焦慮症 你和他們見到我還會不笑 他們說好像玩一個遊戲 同時拿了十個驚喜 驚喜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精華片段 表演出品